它的概念就有点像把公式丢到储存格里面 就类似像这样那个清除 然后把它丢到储存格 丢过来的话 实际上就把刚刚的公式再丢回来而已 那丢回来的话 大概我前面也讲过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如果你要丢公式的话 第一个记得就是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一个要变两个 所以我们可以用取代的方法 就是一个双引号把它变成两个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这边有用到双引号 VBA也会用到双引号 所以两边会搞不清楚 到底你这个双引号是VBA里面的双引号 还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所以为了辨识 所以它有个方法 就是把这个双引号 公式里面双引号变两个 那第二个的话 因为每一次我们要向下填满的话 这边就是 它会去把那个什么 里面的这个资料 A2下一个就被A3 有没有一二三三个 这个变A4 有没有 所以你那个 那个这个所谓的列号 要把它改成I 就是两个地方就OK了 所以那写的方法怎么写 我们来看一下 清楚 写的方法一一号 我们第一个 一样要先把什么 把那个VBA打开 这个我想前面讲过了 那打开之后的话 第一个它会弹出来 那我一直强调弹出来 如果那个画面可能长这样子 那我的习惯动作 第一个会先把这个里面的这个 先把它放到最大 这样看起来 第二个的话会把VBA 环境稍微缩小一点点 放在也许左下角 右下角这个可以移动 主要是看着上面的那个储存格位置 去撰写对应的程式 再来姿态小的话 我会把它工具选项 把那个它的大小再把它调一下 撰写风格大概至少12号字吧 看起来比较舒服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在这边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一个模组 所以我们假设我重新来过好了 假设我这边把它移除掉了 给假设这个又把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如果这个字先复制一下 如果我重新再来过好了 因为我这边是已经写好了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待会要撰写的话 一请各位记得在这边先插入一个模组 特别说你要写VBA之前呢 一定要一个模组 才有办法撰写 不是说你随便找个地方空白就乱提了 OK不是喔 一插入模组 OK 接下来的话呢 插入什么一个程序 在这个模组里面呢 如果要按按钮的话 那你把名称输入 那名称一般习惯 就是你将来按钮上面的名称 就是这个 OK那我按确定 他会帮我增加一个sub 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告诉他说 你请你帮我做什么呢 帮我做那个把公式丢到那个除春格 所以有公式 那上个礼拜讲过了 先给他什么 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for 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列 所以你就是for i等于2到10 这样enter两下 打个nets OK 也就是说将来如果你要撰写一个 像这样的VBA之前 先跟他讲说我的范围在哪边 跟他先讲一下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就按一个tip键 下一阶 那告诉他说 那你要丢到哪个除春格里面 所以跟他讲说 我要丢到除春格就sales 记得要加s 因为蛮多同学都忘了打一个s 那哪一列呢 因为这个列是从第二到第十 所以你就放一个i就可以了 他会变动的 OK 上礼拜讲过变动 那哪一篮呢 就跟他讲说 我放在b栏里面 OK好 那等于的话后面 就是直接丢双引号给他 双引号的话呢 意思就是清除了 OK 那我们后面要丢个公式的话 你把公式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好 不过一般习惯是这样 因为我们有一个丢公式跟一个清除 所以一般习惯会再把这个公式先 写到这边先停一下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这底下这一个可以把它改成清除 因为实际上好像先写写写一半的话实际上就是清除 有没有你这个丢什么东西丢没有东西 好那等于是我们一次就可以写两个了 好那差别在哪里呢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双引号里面 你要放什么把公式所以有切过来这边 把刚刚这个公式把它贴复制 贴记得你不能直接这样贴 因为你如果没有把这个取消的话 你这边点不过去 我之前也讲过 记得这边把它取消 复制取消 然后贴到这边 不过特别最后你不要直接贴 因为贴上去的话 它里面有双引号 跟它原来的双引号无法辨识 所以记得如果你要贴之前 请你先怎么样 把那个什么呢 记事本找出来 把它贴上去取代 或者握的可不握的也可以 你用一般是比较习惯用 那个附属用程式里面的那个记事本 会比较简单 你记事本打开来之后的话 你就直接把这个贴上 然后呢编辑里面一个取代 把一个变成两个 这样子OK 没有多余的动作 取代一下 然后把这边再复制一下 记得取代一次就好了 你不要取代太多次了 里面可能会发生错误 然后贴OK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第一步骤就OK了 只是说如果你现在把它执行的话 它应该不会错误啦 只是说你把它执行的话 它变成也是没有 不过里面其实是已经有丢公司了 主要为什么没有资料 因为都是抓A2的资料 里面是空的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样 把这个2的部分 把它改成I 特别注意 如果你之前 假如还是不太理解的话 你也许先背公司吧 那个公司就把列号 先怎么样 两个双引号 移到中间 两个end 移到中间 放个I就可以 那其实它的重点意思是说 把字串切开来 然后放个I在里面 可是I要跟字串串的话 一定要透过什么 透过end符号 去把它串在一起 中间end在VVA里面 前后压加空白 所以自己再补一个空白 这样就OK了 之前有讲过了 OK有印象 而且我一直强调 这非常重要 那你看做一个之后的话 其实后面有两个 三个 四个 那其实 要不就是再做 再一遍 再一遍 不过像我的习惯 如果你做熟了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 跟你再做一遍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最快的方法 是吧 复制一下 而且复制一定要复制哪里 两个双引号 你刚刚打的部分 也就是原来这边 本来是一个二 变成这样 OK 如果现在是不理解 先把它背起来 先把它记下 先抄起来好了 反正你做几遍之后 你慢慢就知道为什么 OK 最快的方法就是什么 复制贴贴贴 应该知道怎么贴吧 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为我发现 大部分同学其实是会的 只是说都很容易 因为一个小地方错 后面就存错 那再来怎么样 把这边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就把它 二把它盖过去 贴上就可以了 二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 好 依此类推 所以再贴个三次 做一次贴三次 这样就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剩下来就是执行他一下 执行邮标放这边执行 可以出来了 清除再执行一下 这样就OK 如果这两个OK的话 那剩下来 你就可以把这个按钮怎么样 把它做出 按钮做我应该还记得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插入一个什么呢 这边插入一个表单的按钮 然后就拖拉一下 他会问你说 你要的是哪一个聚集 其实是sub 就这一个 把这个上面名称复制一下 按个确定 再把这个上面的按钮名称贴上去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按下去执行 有没有 如果你用VBA的话 这样其实我是觉得不算困难 而且这样的方式还 每个地方都可以这样做 所以你可以甚至可以有点套公式 但是问题这样子 做完之后还没结束 我们后面我会希望怎么样 再把它变这个 还有制定函数 当然你也可以用录制聚集的 不过我是觉得录制聚集 弹性太低了 而且还要改蛮多地方 倒不如你干脆自己写VBA算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串如果实在不OK的话 其实在云端上也有一模一样的 而且我刚刚有讲 输出VBA的公式原则 一二两段 其实这一段 这两个实际上就是复制 如果贴过来的话 其实就是这两个 应该一模一样 差别好像只有这边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待会再讲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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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